尊敬的大德法师 各位同参道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今天给大家讲两个念佛度冤鬼的故事 证实了真有鬼神的存在 人虽然死了 但怨未了 就会回来报仇的 但是只要念佛就可以超度冤亲债主和友情的众生 告诉我们一心念佛 是超度冤亲债主的第一殊胜之法 第一个故事是纪文达公笔记摘要中的 一则念佛度冤魂的故事 在里村有一个农妇 每天早晚出门给田地劳作的家人送饭 总是会看到有个女子追随 可是别人都看不见啊 于是便恐惧不已 后来那个女子竟然追到了家里 总是徘徊在院子里墙角处 但是又不露侵蚀 农妇不得已就加以驱赶 女子才会走开 但是总是纠缠不休 农妇想 这可能就是冤家吧 于是就问这个女子 为什么你老是跟着我呢 女鬼回答说 前世你我一起做富贵人家的小妾 你嫉妒我 受宠 便诬陷我犯奸道 并置我忧愤而死 今日我是来讨债的 起料你这一生 侍奉婆婆很孝顺 总是受到善神的保护 我不能亲近 因此每天都跟着你 伺机报复 但总是没有报复的机会 既然这样 你就做一个法会来超度我吧 等我得胜到极乐世界 我没冤仇也就算结了 农妇推辞说没钱来筹办 女子说 你家贫是事实 但是如果能念佛万生 同样可以度化我啊 农妇又问 念佛也能度化鬼吗 女子回答 普通人念佛 因为心思杂乱 自然难以与佛相应 必须念念如对佛前 努力收舍此散乱心 如果是忠臣孝子 能与神明感通 以念佛号则三界六道众生 都能听到佛号 这和精颤佛事的功德是一样的 你是孝顺的媳妇 料想一定会感应的 农妇按照女子的意思 持送佛号 每念一生佛 就看见女子一败 等到念满万生的时候 女子突然就不见了 这个事情年高见识多的人 也经常会说起 知道忠诚奉事师长 胜过不孝顺 清老 却只顾念佛礼佛 告诉我们孝顺父母的重要性 孝顺父母就会与神明感通 就会有加持 下面再给大家讲一个 刊登在念佛感应建文记里面的一个故事 临终念佛度十余冤魂的故事 非常的不可思议 故事的主人公普吉尼师是台湾人 在家时喜欢恶口骂人 与大众结恶缘 后来在新竹青草湖灵影寺出家 维尼 有一天 突然双目失明了 七十多岁 又患病 全身肿胀 前往无上禅师闭关的金刚洞 哭诉请求说 我将要死了 请师父您救我脱离苦海吧 无上禅师回到寺院 看到他的疗房 屎尿肮脏 臭不堪闻 普吉尼师日夜时长 哀气哭嚎 说他被十余人殴打 并且呼出冤鬼的姓名 他俗家的弟媳妇来探病 无上禅师就问 你大嫂所叫的名字 你认识吗 弟媳妇回答 都是被大嫂年轻时害死的人 难怪那些冤魂殴打他 而使他全身肿胀 皮破血流了 无上禅师于是 为他打扫一间空房 床中凿了一个洞 下面放置一个桶子 可以大小便 普吉尼师仍然 哀气哭嚎如前 并将他的头钻入洞下的便筒 无上禅师便善巧开始说 你要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净土 才可离苦得乐 普吉尼师回答 眼前一片黑暗 我不会念阿 禅师说 你跟随我念 大约念了一个多小时左右 突然出现笑容说 现在一片光明 那十几个冤魂 还站在那个地方笑呢 那十几个冤魂 马上附在 尼师的身体 借他的口说 感恩师父 您的慈悲 一个极大恶极的忙老人 竟然度了我们 十余人出苦 禅师说 冤可解 不可结 你们也应该 随着念阿弥陀佛 代业往生 才能脱离生死大苦啊 并嘱咐 普吉尼师 再浅诚地跟随他念佛 又念了一个多小时 普吉尼师说 现已满天光明 云端上有白衣圣众 皆以我们去西方极乐世界了 接着合掌向天空微笑 安详而往生 全身的肿胀尿血 随即消失 转为清净 毫无臭气 通过这两个故事 让我们知道 念佛的重要性 印光大师讲到 在所有精颤佛事当中 一心念佛 真诚的念佛 是超度的第一殊胜法会 是超度冤亲债度的 第一殊胜之法 为什么呢 因为念阿弥陀佛 是感应阿弥陀佛 是用他的佛光 加持众生 用他的佛力 来帮助众生 以他的佛功德力 来接以众生 设受众生 救度众生的 那我们起到 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们做了一个征上缘 我们要发心 比如多生多结以来 我们伤害了很多众生 结了很多冤亲债主 我们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超度 那我们念阿弥陀佛 心里在想 阿弥陀佛啊 我把他交给您 恳请阿弥陀佛来超度他们 把我们无始劫来的父母 师长 冤亲债主 不管在哪一道 都希望阿弥陀佛把他救起来 希望他们能够 离苦得乐 最好往生极乐世界 只要这样真诚的发心 真诚的发愿 感应阿弥陀佛的佛光普照 感应阿弥陀佛的佛力加持 这些众生就能得到利益 真正的离苦得乐 这才是真正的超度 希望每天都能回向给他们 愿我们的家亲眷属 历代宗亲 冤亲债主 都能早日离苦得乐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